沒有病症狀的人也有病毒 也可以傳播 沒有發燒也會傳播 沒有病症狀的人也有病毒 也可以傳播 沒有發燒也會傳播 所以在防疫方面就比較困難 就不曉得到底是誰是帶有病毒 傳染的突然是飛沫 但在空氣裡面是比較難傳的 傳染的途徑當然是經過手去接觸 所以不要把手碰到嘴巴裡面挖鼻孔等等 這個就是最危險的